Hello 早晨 今天是2022年3月6日 時間7點半 今天我睡醒 打算拆口罩 戴的 因為我家本身有一隻狗 三隻貓 人們說我怕傳染給動物 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24小時 我在家都是戴口罩 即使我正在錄影 除了吃東西的時候 我是沒有戴口罩 譬如時間我也有戴口罩 因為我怕我自己會傳染到牠們 雖然有研究顯示 動物是不會傳染給人 但我也不想 因為我自己病 而傳染給我的貓貓 那 我想說回我今天很低能 這個口罩 是之前買的 原來它是 女士 是小孩子的 小孩子 她白掛著 和我平時戴人的口罩 其實差不多 袋子 但帶上面 因為小很多 想拍回 真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原來我買錯了口罩 好 今次是我第一次出樣子 讓大家看看 小童版 女士版的 Hello Kitty 口罩 你看看 其實 不太適合我 不過我開了一個 那就不想浪費 畢竟這些物資 都是之前買的 我都不捨不得用 給你們看 我的口罩 有個 好可愛 看不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呢 太近對焦不到 這樣吧 身邊也有很多朋友 或者朋友的朋友 都一家中了 那呢 都希望大家 留在家裡 自己吃藥 喝多一點水 尤其是檸檬水 我覺得一片檸檬 然後加熱水 每天沖來喝 喝足全天 好像很有幫助 還有要吃水果 還有吃清一點 那就 會快點康復了 好 今集說到這裡 先分享我一個 低能的經歷 就是買錯口罩 那今集拍到這裡 下條片再見 拜拜